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刚刚我们也说过 今天最要讲解内容是RID 那么先介绍一下RID的意思 RID就是磁盘阵列的意思 原理是利用数组的方式来做磁盘组 配合数据分散排列的设计 提升数据的安全性 通过今天所讲的内容 我们可以知道 在Linux操作系统中 RID的工作原理 磁盘阵列的各种类型和如何在Linux操作系统中用Linux的命令来操作设置RID 好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在Linux操作系统中块设备与字符设备的区别 IO设备大致分为两类 一个是块设备 一个就是字符设备 你说一说块设备 块设备就是将信息存储在固定大小的块中 每个块都有自己的地址 块设备的基本特征就是每个块都能独立于其他块而读写 磁盘是最常见的块设备 在DV-DSK这个目录中是存储着相应的块设备 文件系统的操作经常用到它 接下来介绍一下这个字符设备 字符设备在UNIQ操作系统中以特别的文件方式 在文件目录树中占据位置并有相应的节点 节点中的文件类型指明该文件是字符设备还是其他的设备 可以使用与普通文件相同的文件操作命令对这个文件进行操作 例如我们常用的打开关闭读写等等 存储相应字符设备的目录就是DV-RDFK这个目录 块设备在内核对战中的运作过程就是当用户使用应用程序的时候 应用程序会调用文件系统查询数据 文件系统会在磁盘中查询内容 磁盘作为一个块设备 当一个块被调用内存的时候 要存储在一个缓冲区 每个缓冲区都有一个相应的块对应 所以每一个缓冲区都有一个对应的描述符 该描述符用BuffCAD表示 之后我们才能查询到相应的信息 从而是应用运作 一般来说要实现RID分为两种方法 一种是硬件实现另一种是软件实现 所谓硬RID就是指通过硬件实现 从里软件实现就称为软RID 下面分别来介绍一下硬RID和软RID 所谓硬RID就是用专门的RID控制器 将硬盘和电脑连接起来 我们知道操作系统和硬件连接 是需要一个过渡的 这个RID控制器就是硬件实现的一个过渡 RID控制器负责将所有的RID同源器盘 配成一个虚拟的RID磁盘卷 对于操作系统而言 他们只能识别到由RID控制器退之后的虚拟磁盘 无法识别到组成RID的各个成员 接下来介绍一下软RID 软RID就是不使用RID控制器 而是直接通过软件层实现RID 与硬RID不同的是 软RID的各个成员盘对于操作系统是可见的 但是操作系统并不把各个成员盘呈现给用户 只是把通过软件层配置好的虚拟RID准呈现给用户 使用户可以像使用一个普通磁盘 普通磁盘一样使用RID准 接下来介绍一种比较实现的RID类型 RID0、RID1、RID5、RID1加0 这几种磁盘类型都是比较具有代表意义的 比较简单一种类型 首先介绍一下RID0 RID0我们俗称为调带模式 至少需要两块磁盘RID0分区大小最好是相同的 数据分别存储在不同的磁盘上 读写的时候可以实现并发 所以读写性能是最好的 他们一块读写 但是没有容错功能 任何一个硬盘损坏 将丢失所有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图片 图片相同颜色的就是为同一个数据 1代表第一部分 2代表第二部分 如果任意一个磁盘损坏 这个数据只剩一半的 所以说所有数据都会消失 好说一说RID1 我们也称之为镜像者 至少需要两块硬盘 RID的大小等于两个RID分区的 分区的最小的最小那一块的容量 我们最好将这两块这个RID设置为相同的大小 我们可以看这图上 两块这个硬盘RID分区所存储的内容都是相同的 所以说它是具有一定的备份能力的 其中一块坏了 另一块还可以读写 是具有备份能力的 但是当我们写入数据的时候 需要将数据写入两块硬盘中 所以说这种硬盘的写入效率是比较低的 但是读取的时候 读取的时候也是可以并发的 几乎类似于RID的读取效率 所以说它的读取效率是非常高的 接下来介绍一下RID5 RID5需要三块或以上的硬盘 可以提供热背盘实现故障的修处 采用既有胶验的方法和可靠性更高了 切 只有两块或以上的硬盘 发生故障的时候 数据材料完全被迫 只有一块硬盘有害时 系统会根据存储的既有胶验位平均数据 临时提供服务 所以说RID5这个磁盘 会给计算机带来巨大的计算负担 这也是它的缺点之一 好我们介绍一下RID一加零 RID一加零 其实也有另一种磁盘类型叫做RID0加1 但是由于功能没有RID一加零完善 在此就不多介绍了 RID一加零的结构就是底层 就有两个RID1 通过RID0连接 所以说这种磁盘至少需要四块RID分区 我们可以从图上看见 这种类型的磁盘具有RID1和RID0的各自的特点 RID1的特点就是具有备份能力 RID0的特点就是具有写出速度快的特性 RID1所具有备份能力 所以说这种类型的磁盘类 最多可以损坏两个磁盘 就是各个条带上各自可以损坏一个 还具有工作的能力 但是如果同一个条带上损坏两个硬盘 那就失去了备份能力 失去了备份能力 将会损失所有的数据 那内容就是如何在LinuxOS系统中配置RID 我们我们对于Linux操作系统练习 大多数都是在虚拟机上进行的 所以说我们想要配置一下RID 我们首先会在Linux 会在虚拟机上添加硬盘 简单做一个示范 我们打开虚拟机 打开虚拟机 比如说我们想在这个得别master上配置一下RID 首先我们要加一个硬盘 我们点击设置 当然有前提啊 这个得别master这个虚拟机必须必须是关机的 关机状态下的 然后我们先添加add hard disk 然后点next 创建一个细腻的硬盘 细腻的磁蜡 然后我们选择默认的SS 就是小型计算机接口的意思 然后在此我们可以设置磁盘的大小 下面就是 啊在虚拟机这个文件夹中 这个磁盘文件的名称是什么 这个我们不用改 直接完成就ok了 我们finch 我们发现这个磁盘已经添加进来了 我们磁盘已经添加进来了 这就是添加磁盘的方法 好我们继续讲这个 我们继续 我们下面讲一下这个fdisk fdisk 这个命令 嗯 进行磁盘分区的时候 它实际就是对磁 对硬盘的一种格式化 fdisk 对磁盘分区的程序 它采用传统问答的界面 我可以看到这个界面 这就是fdisk的传统问答界面 它会 嗯 你每每进行一本 它会都会问问你 你想干什么 你要选择哪一个 那种方法 要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使用fdisk这个命令的时候 会把磁盘内所有的内容都删除了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谨慎使用 接下来说一说mdadm这个命令 我们与其说这是一个命令 不如说它是一个程序 一个独立的程序 它能完成所有的软rid的管理功能 那这我主要介绍三种 一种是第一种是如何创建 第二种是 嗯 这个mdm工作方式 第三种是如何停止rid 整理 好 嗯 我们简单看一下语法 我们乍一看语法非常复杂 但是我们 详细说一下 这就比较明了 首先mdadm 这是一个 头 然后杠杠create这个选项 再加上 你所要创建的设备的名称 就是这一部分 杠杠类物就是你所要 选择的磁盘类型 我们刚刚讲过的零一二 零一零一五 一一一加零 这种类型 嗯 你想创建哪种 哪种类型的 你就可以选择 杠杠reate device 嗯 再加上这个等于号 等于号等于等于等于多少 它的意思就是 你你所要使用的磁盘个数 就是你创造此种类型的 呃 磁盘所要 所使用的磁盘分区的个数 嗯 比如说RD0 我们需要两个磁盘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填 填 device等于二 下面这个device1和device2 这个这个 这个东西就是根据你以上所填的device等于等于几 然后你就得填几个 因为这个系统是无法自己自己选择空闲的磁盘来建立RID的 你得指定 你得指定 空闲的磁盘 在dev这个 在dev这个目录中 它会有 呃相应的磁盘 磁盘 我们一般用sb sd 嗯 加一些参数来代表 好 大家可以从屏幕上方看到一个句子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句子来对照一下 MDADM创建 嗯 ID ID的语法 更深入的了解一下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其他关于MDADM的命令 这些命令我们大都可以通过字面了解 首先这个detail就是 找一些得到一些关于ID device的信息 啊 fail这个命令是 是一个 啊 ID 嗯 阵列 ID阵列 嗯 故障 我们会问 这个这个命令有什么用的啊 这个命令其实也挺有用的 我们 可以通过这个命令来测试某一种 嗯 RD RAID类型 是否具有其容错的功能 备份的功能 等等 啊 remote mm和hkngankei的 调形 就是删除某一个设备 嗯 從阵列中删除某一种设备 gngankei的就是 理所当然的就是 添加某一个设备到磁盘阵列中 下面介绍一下如何用MDA.M来停止这个磁盘阵列 语法比较简单 首先停止就是MDA.M 刚刚stop加上磁盘的名称 接下来MDA.M ZeroSuperBlock加上磁盘的名称 ZeroSuperBlock的含义就是 删除RID的所有的分区信息 下面有例子 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通过 虚拟机自己操作练习一下 遇到什么不会的 大家可以与我联系 或者从网上查询信息 好 今天内容就全部结束了 简单总结一下 现在所学的内容是RID 通过今天所学的内容 我们可以大致了解 在Linux操作系统中 RID的工作原理 词盘阵列的各种类型 和如何使用Linux命令 来操作设置RID 接下来是作业 作业我也不多做介绍了 大家有兴趣可以 可下练习一下 有助于提升技术的能力 关于答案 我会发表在 苏宾4MOK视频的网站上 大家有兴趣可以对照一下 关于下一章 下一章是LVM 就是一些关于逻辑卷阻的管理问题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